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來看我們Impact 3 Project的 Relax Rally 今天多謝Catherine來陪我打 Relax Rally Baseline to Baseline的情況 今天希望這個影片可以給予很多不同的分享給大家 你們的訓練和練習 今天我們想提示給大家 Consistency is key 還有You gotta go slow 慢下來 然後你看到我們TigerBall也有Soft Control with Spin 我們不會打很Flat 和很死力地咬下去 現在看到Catherine在對面 她站得很近的Baseline 為甚麼站得那麼近 她想要先把Ball take the ball early 非常好 因為每位朋友要先把Ball take the ball early 你就可以很高興地把Ball on the rise 記得Baseline是一個告訴你 球是In 還是Out 不是告訴你你可以去哪裏 或者不可以去哪裏 那些朋友很喜歡在Baseline only 但記住你都要Step in 如果球是早的 即是你可以Go inside the court 走入綠色那裏去打球 即是球在Baseline那裏 不代表你一定要常常留在Baseline 現在我在第二個View看到 Catherine的Four Hand 是一個很多朋友都很喜歡的Four Hand 在comments那裏 他們之前有Feedback給我 那她是一個很 有Early Turn and Preparation的朋友 那你見到她有一個細Circle 那她吃那個Ball 都吃得很帥 那現在我在對面 那大家看到呢 我也是有一個很Quick Turn and Record Prepare的 那為甚麼要做這件事呢 我們做一個很細的Circle 那些Technical的東西 不要Over-Technical 有時候太Complicated 你記住Remain Simple 那麼Quick Turn 所以你可以做甚麼 你可以Catch the ball 擊球 在你的Ideal的Contact Point那裏 那Contact Point 在你轉身出來的時候 除了我的Back Hand 我的Back Hand 我的Back Hand是單手Back Hand 那Four Catherine是Four Hand 我的Four Hand 她的Double Hand和Back Hand 都會有很大的Rotation of the body 那Rotate之後呢 你要計算一下 Rotate之後呢 Rotate to contact 之後你還要把球拍出來 在身體前面的 那你看到我的單手Back Hand 我就不用Rotate得那麼厲害 但是我的手一揮出去 我的擊球點又在前面 那擊球點在前面呢 是一個大家一定要有的東西 Contact Point 是身體前面 Contact Point in front of the body 那剛才你看到我的Sliced Back Hand 我也是在身體前面打球的 那你看到我後一點 我就沒有Catherine站得那麼前 But either way 我都會盡我能力 是Catch the ball on the rise 那你說那個手那裡 那現在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是很... 這個Videos看不到 其實這個Videos也看不到很多東西 例如我的眼睛 看著對手那個Swing 還有呢 我幾輕的 其實我駕得很輕的 很Light 我不會捏死快拍的 快拍是我的Friend 捏死它幹什麼 對不對 那變成你捏死它 就變成你的Risk那裡 Elbow那裡太緊了 那緊那裡呢 如果你想加速呢 一加不到 第二呢 就可能會有Injury 如果你緊又加速呢 有些朋友就變得太緊了 記住呢 手是Relaxed 然後是拍頭幫你做事的 你不用說要捏死它 那大家看到呢 我們是做一個很Basic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Keep the ball going Consistency 拍中間過往下court 是一個非常... 很多朋友會失敗的事情 猜拳 無論在什麼情況也好 在一個Playlist裡面 你看到我們有個Mini Tennis Baseline對Baseline 我們有Valley 這個Baseline 全部都是兩個人的事情 大家猜拳是兩個人做的 所以大家不要只顧著 我錄得頭腸 只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停地打球 然後兩三下就失敗 那這個呢 是No point的 OK 記住是兩個人的事情 你要Tone to一個Tempo 大家都可以Sustain 對不對 好像有些朋友說 我打Friendly Match 其實不是很Friendly OK 所以RELAX Rally 都是要Friendly Rally 不要拿你命三千的Rally OK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雖然你是... 可能你看到Catherine的球 是小下去 但是 他都是Player的Tempo 我們大家都可以Sustain 他都對我很Nice 他不會說吵死我的 那Coach Henry 另外就跟大家分享 記得你拆球的時候 你應該呢 Most of the time 你們是借力的 Be on your toes 你看到 有時候我們打完之後 都有些少少原地踏步的 這就keep著那個Rhythm Relax Rally 不只是練技術的 是練Feel Rhythm Touch OK 這個Timing上的東西 是要很多下子才會掌握到的 我想最少每位朋友 要追求自己 可以拆到15至20版 Rally 不會有一個球 No miss 我覺得我覺得是一個好的practice 大家記得 當然一定要15-25 就是若莫 大家也要記住 次數多的 是一件好事 你才可以拿到很多好東西走 我見到很多朋友都會說 我來喔 網球是一個大洋運動的教練 我說其實 不是大洋運動 如果你猜到這兩板 什麼?你敢說話的? 不是的 其實大洋運動是因為你猜到很多板 所以記得 寧願慢下來 你見到我們的節奏都很慢 其實慢慢來 其實球都很快 如果你真的跟我們猜過 其實球都很快 在影片看好像很慢 其實呢 慢下來呢 是一個好事 讓你可以很了解關於你自己 每一個movement 其實每一個朋友 應該你們的swing 你做多些shadow shadowmovement是STM 我們有一個教學 是講shadowmovement的 你應該每一個swing 每一個part 每一個細節 你都很清楚 每一塊part 是在做什麼 是relation to你的body 跟你身體的relation 你應該很清楚 你在做什麼 之後你再把球下去 你就會更加容易 去execute你的movement 因為球有很多不同的direction 這樣來 不同的spin 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bounce 不同的bounce 所以如果你自己的swing 都不肯定 那就變成很難搞的 如果球在不同的variation 方向 高低 前後 速度 這樣來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shadow tennis movement 去了解多些關於你自己 令到你的swing 基礎 的foundation 實正 你才可以調整不同的variety 其實網球都有很多variety 球一直在不同的方向 你有不同的movement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要顧的 所以記得我有一個呼籲給大家 就是不要令到一些東西太complicated 其實現在我們有些rackets 例如我們stm racket 當然我們現在不是sail park 我們不是sail park 我們不是sail park 但快跑會令到你整件事更加容易做的 我們teach relax 我們是教spin的 以及我們是教借力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死力的 如果你可以學到這件事 I'm sure 每位朋友都可以打得開心一點 打得更加 consistent 以及打得更加 control 大家看到現在我愛猜球 其實我是很開心 很輕鬆的 每一下都很享受 因為打網球是要享受的 網球場是最開心的 現在的Henry 網球場就是我的office 最大的office 又很空曠 又乾淨 這個是我們中大的球場 非常開心 我們有機會去猜球 在一個這麼漂亮的facility 呼籲大家 去找我們來猜球 練球 and develop你們的game and coach Henry 現在是full time not full time lifetime 去幫助不同的朋友 和我們的教學 希望他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去拿到最大的收穫走 with their training 因為其實你們要記住 省時間才是省錢 省錢不是省錢 省時間才是省錢 還有練的方法是正確 才是省錢 如果你馬上練的方法是錯的 你練也沒有用 反而呢 如果是extreme case 就可能是受傷 那我們就不想每一位朋友 經過這些事情 今天你看到我們的猜球 relax rally 你看到我們 都好 keep the ball going at a steady rate 記住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aspect 每一個朋友要認識 以及我們的impact free project 是一個很重要的element 不同的高度的球 是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重複不同的高度的球 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網上和網下的激球 以及你打出去的球 是Rising 還是Penetrating 不同的 以及你的手 都要懂得impact spin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Impact theory 是我們最新的教學 course Welcome to WhatsApp 我們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everybody soon 晚一點見